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重现魔术师大卫考博菲把自由女神变不见的幻术吗 这一回是由台湾魔术师刘继琳展现魔法 他一回儿可以把整台钢琴悬挂在半空中 再一回儿又能甩甩斗篷把美女变消失 但是能让他一举获得全球魔术金奖奖座 是因为他不但表演魔术也拉小提心 而且表演的曲目全都由他原创 能从来自全球顶尖魔术师中脱颖而出 拿下最佳音乐魔术金奖 原因是刘继琳肯跨界 他早年写新师获得台大文学奖 后来还拿过金曲奖音乐演奏专辑奖 经过13年的筹备 这一次让他拿下的是魔术师金奖 从诗人音乐家再化身为魔术师 刘继琳站上国际舞台 让更多人看见他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本文新闻在特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